为了劳工退休后的生活政府 规定雇主每个月得提拨薪资的 6%到受雇劳工账户 不过也鼓励劳工可以自提 但实际上不少民众都没有自提的打算 如果政府倒了 那我讲的那些钱不就拿不回来了吗 因为我自己都有自己的理财规划 所以也还好 就公司都会自己扣 然后剩下的就自己运用 2012年劳保基金浮现破产危机 尽管每年出入职场的劳工增加数十万人 不过每年自提的人数 却只增加一两万人比例相当低 但在2017年劳退基金投资收益 创下1407亿的新高纪录 用这笔钱平均分配给提拨劳退的每个人 可以分配到12600元 不过实际可以领多少 得按工作时间提拨金额 以及当时的收益率做比例分配 雇主或自己提拨都可以领到 让自提人数也暴增九万人 好像会 对 感觉比较多 可是还要等20年之后才能领 感觉好像很久 先了解清楚法规或什么的 先清楚了之后再做判断 向查有多少钱 可以在劳工局合作的五大银行 申请劳动保障卡 透过ATM查询 或用自然人凭证上网查 还是干脆跑一趟劳保局 零贵询问 多重管道 让民众方便掌握自己的退休金 三立新闻言论 赵英光 陈炳豪 台中采访报道